大家好,我是乔云军 欢迎收看本期的理工科厨艺指南 今天我们来破解万众期待的玉米蒸饺 本配方是可以商用的 先来看一下市面上蛮流行的这个玉米蒸饺 我在有些地方吃饭的时候 还看到有些饭馆 直接就把这个饺子当成自己家做的菜来卖 我们看一下这个配料表 猪肉、小麦粉、水、原白菜、胡萝卜、洋葱 磷酸脂霜淀粉 这个是冷冻食品的保水剂 属于变性淀粉 这个含焦糖色的酱油就是老抽 植物油、盐、糖、味精 三具磷酸奶也是保水剂 最后是没有明确成分的香气料 首先选猪肉 猪肉最近的价格有所回落 做饺子的猪肉的部位的话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要合适的部位是梅花肉、前腿肉 还有五花肉三个部位 要求是猪肉的肥肉占30%到40%左右 比较忌讳的一点是 不要用猪背上外里脊那块 那块也是看得有肥有瘦的 那块的瘦肉鸡尖脂含量太低 口感不好 猪肉的话买了之后 你就直接让商家嚼碎就可以了 这是菜谱 整体而言 这个配方我觉得比原版更好吃一些 突出了食物本身的鲜甜味道 这配方大家可以制作100个饺子 先做比较费事的猪皮高汤 这个是从之前那期卤肉饭中得到了灵感 准你买猪肉的话 一般它会带个皮嘛 然后就用那一小块猪皮就好了 放入一锅水中 加入料酒 大火烧开 转小火烧20分钟 放凉备用 10克小葱 切丁丁 80克胡萝卜切丁丁 胡萝卜熟了之后散发出淡淡的甜味 可以极大的提升复合香味 类似的应用 还有之前做过的那期新疆手抓饭 60克包菜撕下来咽 叠在一起 切丁丁 80克洋葱 先片再切 这样切丁丁的效率会比较高 洋葱和包菜也有轻微的甜味 来 全部的原料一起合个影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甜玉米和猪肉的比例是1比2 这样玉米的味道才会浓郁 然后来做香料油 我一般会一次性多做一点 做其他的菜也可以用 小锅中加入花生油 请用尽可能比较好的油吧 花生油越香的话 你的饺子馅也会越香 加入洗干净的八角 花椒 香叶 小茴香 干姜 这烧复杂的版本 懒人的话只需要用八角 加上花椒 或者是小茴香就可以了 消化炸香 小茴香发黄即可 做好的香料油过滤一下 然后重新烧热 放入一个蛋黄 蛋黄变色凝固 立刻关火 接下来我们开始盘下 五百克猪肉中 加入老抽酱油5克 生抽酱油20克 蚝油15克 然后开始不断的搅拌 搅拌到这种状态 感觉肉发黏上劲 有明显的阻力 可以挂毙就可以了 加入盐 2-4克 盐的量会依据个人的口味进行调节 五香粉2克 白糖3克 白糖这里是为了增加辛甜味道 它只能出现在与甜味食材搭配的猪肉母馅中 味精3克 然后继续搅拌 大家注意我加料的顺序 请不要搞错 否则容易翻车 然后进行最为重要的打水工艺 分三次 加入大约150克的猪皮高汤 没有的话就用水 一定是分次 一次性加太多的话 容易过量 极限情况下500克猪肉可以打入大约300克的水 这种一般出现在商业配方里 我个人尝试过 水太多的话 母馅的猪肉味也会比较淡 所以反复尝试之后 我每次做馅 这个水和肉的比例都控制在1比3 加水的目的是让猪肉馅吃起来有弹性 避免发财 加入姜末 一个蛋清 香料油 剁碎的鸡蛋和香油 这样的话猪肉馅之后做好了 需要说明的是 这种母馅它只适合玉米馅 这种偏甜的食材 这个时候我一看表 已经三点了 趁着烧壶开水的功夫 让生活稍稍慢一点 茶区用热水烫过 加上一勺的新茶 用热水冲泡 稍稍过滤 便是一杯好茶 那说到这个泡茶 今天使用的是北鼎新推出的多功能养生壶 它使用德国进口的小特玻璃 搭配了316L的发热盘 就配色还是挺耐看的 它功能还蛮多的 有温奶 烧水 汤粥 花果茶 养生汤 银耳粥和蒸 除了泡茶还可以用来煮水果汤 把这个雪梨无花果汤料放入壶中 加水1200毫升 选择到养生汤这个功能 然后点击开始 面板会显示实时水温 经过一个小时炖煮就可以了 这个壶的噪音是真的很小 我把自己平常烧水壶 做了一个铜工矿的对比 区别还是很明显 它还可以用来温奶 把牛奶放到这个炖中中 然后壶中放满水 打开这个温奶功能 机器就会自动把牛奶加入到60度 一个很有用的功能是可以定时 比如可以定在早上8点 这样的话第二天早上 就可以有温好的牛奶喝了 我来尝试一下这个炖汤 广东地区请喜欢喝汤的 之前在广东喝过这个椰子炖鸡 我试了一下用这个椰青 过滤出椰汁 然后加入新鲜的鸡肉 使用汤粥功能炖两厂匙 汤粥很鲜 不过甜度的话估计北方人难以接受 我们开始制作面团 做蒸饺的话使用的是烫面面团 以前讲过各种面团的区别 大家可以去简介中查一下往期视频 690克中筋面粉中加入310克的开水 这个烫面面团的含水量大约是45% 那注意用擀面杖搅拌成絮状 烫面面团的含水量通常情况下都要比冷水面团更低 有粉丝让我讲一下最基本的和面手法 我的水平不算高 对新手可能有帮助 老手的话建议去看评论王室 常说这个和面要三光 盆光面光小光 但新手在练习的过程中可能会崩溃 因为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这点 我个人建议大家尽可能多的使用工具 比如这个刮刀 我们把面团趁热揉成团之后 用刮刀把面盆上的面粉都刮下来 这样就可以慢慢的做到盆光 在不断的揉搓中 面筋逐渐形成 面团越来越光滑有劲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刮刀 把手上的面刮下来 做到手光 这个面团的话是很难一次性揉光滑的 因为面筋也就是小麦中的蛋白质网络 形成它需要时间 那把一个基本光滑的面团盖住 醒面10分钟之后 让面筋自己形成 再次揉面5分钟左右 这一次面团就光滑多了 然后再次洗面10到30分钟 那这次是为了让揉紧的这个面筋松弛下来 方便一会儿擀皮 案板上撒白面 面团从中间捏孔撕成长条 然后搓圆 切成小的面剂子 每个是8到10克 我对比一下用刮刀和菜刀 用刮刀切出来的面剂子成长条状 而用菜刀的话效果明显更好 基本都是圆形的 然后用手掌把面剂子压扁 擀成一个圆形 前段时间有粉丝问 到底怎么样才能学会类似 擀皮啊包饺子这种 稍稍复杂一些的厨房技巧 在我看来除了勤奋练习之外 别误它吧 这个水平肯定比不上白岸的老师傅 但是你只有去不断的练习才能不断的进步 这配方比较大 建议包好的第一个饺子去蒸熟了 尝一下咸淡 觉得淡了你就再加点盐 做好的饺子上汽之后蒸5到6分钟就可以 冷冻建议蒸8到10分钟 这种玉米增角可以说是辅料要远远比肉更好吃 用一点点白糖调出各种食材的鲜甜 玉米的Q弹 胡萝卜的蛋香 包菜和洋葱提供了丰富的水分 相对超市卖的冷冻蒸饺 这个配方的添加剂很少 没有那股很冲鼻子的猪肉味 我个人觉得蔬菜的自然味道更胜一层 好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看时间进度 能不能抽空 把肯德基的甜脆鸡宝给它破解了